包伟明爱子车祸官司缠身!亲妈心疼! 康亚兰心疼儿子包庭正!图翻设字免书!2018年4月11日! 一人包伟明独子包庭正!2015年开宾市车撞到红灯违规左转的富人及六名用路人!车祸后,包庭正凭自己的力量,据当靠霸足,与六名用路人谈妥赔偿事宜,但无奈与富人金额谈不拢,双方和解不成,富人更对包庭正提高! 包庭正!亲妈康亚兰!11日上中视节目冰冰手,受访时表示非常心疼儿子,但我们有默契,我等他联络,不会主动联络他! 康亚兰!11日上一次是他爸爸结婚时的母亲节,他祝我母亲节快乐,我跟他说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我,这是我对他的承诺,我在等他主动联络我! 他强调自己没有资格谈此事,他已经长大了,可以自己处理,把他爸爸名字关在他身上是不对的! 他在字里行间透露对儿子的心疼,被问道是否金颜儿子,他苦笑,我自己都过得很辛苦了! 包庭正! 包庭正!前年车祸,官司仍在进行中!图翻设字眼书!2018万0409! 康亚兰! 康亚兰! 透露与包伟明离婚后,见儿子的次数趋至可数,我有请他哥哥问问看他需不需要帮忙,但他没有跟我联络。 语气相当惆怅!